宋公帝赵显,死的是够凄惨的,在历史的长河中,换来的是后世一生一生的叹息。 与他相比,那位最后一位宰相,宋末忠臣闻天祥,却是另外一个结局,同样都成为阶下之休。 但门天祥大意凛然,迎景就行,高风亮节,代代相传,令人景仰啊。 门天祥是吉州庐陵人,宋史记载,说门天祥身材修长,面色白皙如玉,眉清目秀,神采意义,颇有未尽间风雅高适的丰度。 门天祥少年得志,二十岁的时候,就状元极地,一举成名。 然而,生逢末世,朝政黑暗,被权臣贾思道排挤,三十七岁的时候,被迫还乡贤居。 虽然说贤居在家吧,门天祥仍然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动,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报复。 当援军攻破南宋的长江防线,临安告急的时候,皇帝不知下诏,起兵秦王吗? 门天祥发动家乡豪杰勇士,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,组成了一万余人的军队,奔赴临安。 被任命为江西安府复始,知干周氏。 他的朋友劝他,这会儿天下大乱,你应该明哲保身啊。 如今蒙古军队三路并进,已经接近了临安。 相公只有万余乌合之众,说这话说这边有点心气不俗。 怎么呢,乌合之众还真是这意思,没经过正式训练呢,这不禁打呀。 如此何以于去群阳而驳蒙虎啊? 门天祥并没有知难而退,反过来是知难而静。 他感谢朋友的提醒啊,眼下啊,我也知道,但天祥最痛恨的就是国家养育陈述三百余年,一旦有难,找天下秦王却无人响应。 所以我门天祥自不量力,做出表率,或许天下忠义之事会闻风而起,这样的话,设计或许可以保全啊。 门天祥驾到殷实,自应召秦王以来,人家把全部家产的贡献出来,变卖殆尽,充作君资啊。 而这会儿呢,恰恰朝中,是那陈怡中在把持大权,到底是打还是合,这陈怡中也没个准主意。 门天祥空有一枪报国之志满腹才华,可惜无用武之地。 这南宋就是该灭亡了,林末了用陈怡中为相,耽误了大好时光。 一直到元朝派领大军兵临城下,整个南宋的文武官员纷纷出逃,这会儿谢太后才任命闻天祥作为右丞相见书密院的书密使人。 具有讽则意味的是,文天祥这时的使命却是充当使者,祈求投降。 文天祥到了元军大营,并没有按照谢太后的意思,无条件投降。 反而呢,要求元军先从京城后撤三百里,然后再进行和谈。 同时对元军的贪婪跟残暴进行声讨啊。 哎哟,元军的统帅伯言,没想到,这会儿呢,南宋还有这样的大臣。 他被宋朝使者文天祥的气势所逼迫的,只得遣回其他使臣,把文天祥扣押下来。 元军占领临安之后,两淮江南,明广等地还没有完全被元军控制。 伯言呢,有自己的打算呢,他企图又降文天祥,利用文天祥的声望,招降这些地区的不服管理的军队跟百姓。 文天祥是宁死不屈啊。 伯言只好把他押戒到北方,行至镇江,文天祥是冒险出逃,辗转地来到了福州。 被端宗叫赵兴,任命为右城乡。 但是小朝廷立足未稳,一些大臣又忙于争权夺利,文天祥很快又被排挤出朝廷了,北上他前往去招兵抗敌。 文天祥回到江西之后,各地豪杰,跟溃逃的兵将纷纷来头,先后从援军手里又夺回了许多城池。 但毕竟这是孤军作战呢。 没有多久被援军所败,文天祥的妻妾孩子都成了人家俘虏了。 老母亲还有自己的大儿子也都在随军转战中去世。 最后文天祥遭遇人家的劫机,再次被俘。 这一次当俘虏,文天祥就不想活了,试图服毒自杀,没能成功,有人劝他写书信,招降故旧。 文天祥断然拒绝啊,我不能保护父母,难道还要叫别人背叛父母吗? 可是有压力逼着,他必须得写啊,不写不给饭吃。 文天祥那不是怕饿,他想借书写表达自己的志向,写了那首千古相传的过灵丁阳。 辛苦遭逢起一惊,干戈料落四周星,山河破碎风飘续,身似浮尘,鱼打平。 惶恐探头说惶恐,灵丁阳理,探灵丁。 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去丹心,赵汉清。 尤其是写到后两句的时候,文天祥这首略微有些发抖,人生自古谁无死啊,只要青史标明,留得身后名,死又算得了什么呢? 就连逼着文天祥写招降信的这位大臣,看到此处都情不自禁脱口夸赞,好人,好师啊。 说文天祥既是一个好样的人物,这诗也是难得的上品,打这儿起,他也不逼着文天祥写什么招降信了。 在路过崖山,又发生了一场大战。 崖山之战后,有人向元氏祖请示如何处理文天祥。 元氏祖忽必烈说,谁家无忠臣呢? 命令对文天祥要以礼相待,并把他送到大都,企图加以劝祥啊。 文天祥到的大都,拒绝元朝的利诱被关进大牢。 元氏祖派投降元朝的南宋丞相挨个去劝他出面投降。 估计同僚们劝文天祥没起作用,甭管你是正丞相,副丞相,谁来都白搭呀。 最后元氏祖是实在没辙了,派人把当时那宋公帝赵显给请出来了。 这倒不错,皇帝劝大臣投降,文天祥一样给予回绝。 元朝的大臣们相继是碰壁而归,最后只有想办法杀掉文天祥。 但是元氏祖始终抱着爱财之心,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,一直不愿意答应。 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时光。 在狱中,他收到了女儿柳娘的来信,得知妻子跟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,过着囚徒的生活。 文天祥明白,只要自己投降,就可以跟家人团聚。 但是他却不愿因为妻子跟女儿而丧失了自己的气节。 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,收柳女信,痛歌肠胃。 谁人无妻儿骨肉之情,但今日事到这里余异当死,乃是命也奈何奈何。 可令留女还女做好人,为爹管不得。 独知至此,令人心酸。 在狱中,文天祥写出了不少诗篇。 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《正气歌》就是在此时狱中写成。 他写道,天地有正气,杂然赴流行。 下则为和月,上则为日星。 石穷节乃县,亦亦垂丹青。 元氏祖要以儒家思想治国。 在治元十九年八月,他问一时大臣,说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啊? 群臣回答,说北人侮辱耶律楚才者,而南人侮辱文天祥者呀。 北方最优秀的就是耶律楚才,南方最优秀的就是监狱里那位文先生。 此时京城出现匿名招贴,外地骑兵返员,有人声称要来救这文城乡。 元氏祖决定做最后努力,亲自劝降文天祥。 文天祥见元氏祖并不下跪,仅仅是作了一个衣。 元氏祖问他,还有什么话要说呀? 文天祥想了想,忠臣不识二主,愿求肃死。 啊,忽必烈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。 好吧,朕成全你,下令处死文天祥。 次日,文天祥被押到菜市口刑场,引颈救路,十年四十七岁。 数日后,他的妻子欧阳氏收其诗,在其一代里发现了一段留言, 说,孔曰成人,梦曰取义,为其意尽,所以仁致。 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,而今而后,树己无愧啊。 文天祥早就做了取义成人的打算。 元氏祖闻之,万分感叹,好男儿啊,不为无所用,杀之成可惜也。 杀完文天祥,元氏祖还后悔呢,但是被迫无奈啊, 就在南宋正式投降元朝之后,延续三百多年的宋朝灭亡了。 但是,赵家子孙后人,还有先后被拥立为帝者,建立起了流亡小朝廷。 您比如说,赵氏赵炳兄弟,先后被人拥立为帝啊。 尽管元朝一统中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,但是南宋臣民的这种忠义之气,仍然是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 但说在元氏进入临安以前,谢太后封赵氏为义王,盼福州福建安福大使,封赵炳为广王,盼泉州,兼盼南外宗正,命人保护两位王室宗亲逃出临安。 赵氏一行人,躲过来援军层层围堵,到达温州。 有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仪中,叫那个丧权辱国没准主意的宰相。 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。 温州有一座江心寺啊,南宋初年,高宗南逃的时候曾经到过这儿,其玉座此时还保存蛮好。 众人在高宗的玉座下放声痛哭,拥戴翼王赵氏,登基坐殿,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,拜广王赵炳为副元帅。 那么这会儿能不能当皇帝,还得看这打仗能不能打胜啊。 都元帅赵氏,走马上任了,众人决定前忙远离援军威胁的福建。 五月初,赵氏在福州即位,这就是宋端宗,改元叫景延,流亡政权刚刚建立,外邻强敌,内部却开始了政权夺利。 官员之间互相倾价,分化了原本已经非常孱弱的力量。 公元1276年,也就是景延元年的11月,援军逼近福州啊。 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,民兵30万,怀兵有一万多人。 拥有的兵力远比这援军要多,完全可以一较高下。 但由于朝政在陈仪中张世杰二人主持中,这陈仪中咱们多次提到过,这一直就是个胆小鬼啊。 张世杰呢,也唯物远顿,还不得躲远点,所以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,又开始逃亡。 11月15日,陈仪中,张世杰,护送着端宗赵氏,魏王赵炳,以及杨太妃,乘一艘海船,下海逃跑啊。 结果刚入海,就跟元朝水军相遇了。 由于天气不好,大雾弥漫,这才侥幸得以脱身啊。 离开福州之后,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,此后只能建立海上兴朝,您琢磨这还有什么劲啊,四处流亡,合着看风向走了。 端宗一行,辗转泉州、潮州、惠州等地,景言三年春天,来到了雷州附近的洞州。 逃亡途中,宰相陈仪中借口联络战成,一去不返,充当了可耻的逃兵,这是他人生第三次叛逃了。 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飓风惊吓,得了病了,四月十五日病死于洞州,多大啊,刚刚十一岁。 端宗死后群龙无首,眼看小朝廷这就要分崩离析。 大臣陆秀夫,慷慨激昂,朕坐士气啊,朱军为何散去啊? 杜宗尚有一子还在啊,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之事,何况如今我们还有上万将士。 只要老天不灭赵氏,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吗? 众臣马上跪到在地,拥立刚刚七岁的赵炳为帝,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缘叫祥兴,援军步步为营。 小朝廷已经陷入三面包围之中,洞州地处雷州半岛,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,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在援军的猛攻之下,雷州失守,小朝廷形势危急,张志杰数次想派军夺回雷州,没有成功,于是把流亡政权又牵至崖山。 崖山是哪儿啊?位于现今广东省新会市以南,与西面的汤平山对峙如门,称为崖门,最宽的地方也就一里多点, 形成天然港口,内可藏船啊。 史书说,每当大风难起,水从海外排阔而入,是木涛奔突,浪涌如山。 而崖山东西对峙,岂北水险,每天早晨跟中午,掌潮落潮的时候,既可成潮而战,又可顺潮而出。 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,后来被援军利用,导致了宋军彻底的失败。 小朝廷到达崖山的时候,还有正规军民跟民兵一共二十万人, 而进攻的援军也不过就是数万人, 就兵力而言,双方相差悬殊,而且援军不善于水战,宋军本来这战有优势的, 但是士气已经拾不起来了。 张世杰对前途不抱希望,主动放弃了对衙门入海口的控制, 这是最大的事物,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锁连接起来, 四面围起楼栅栏,结成水寨方阵, 把木制战船的两侧用衬垫来给覆盖上, 以防御援军的火箭和炮弩。 赵炳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, 看来打算要在这死守。 这一举动,有两大失误, 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, 等于把战争主动权交给对方。 二一个,千余艘战船,结成水寨, 虽然集中了力量,但却丧失了机动性啊, 等于把宋军主力暴露在敌人面前, 任人攻打,那还不败吗? 在援军合理的利用涨潮落潮的过程中, 宋军被动挨打, 眼看无有作战取胜的可能。 张世杰率领率船杀出重围啊, 一看小皇帝赵炳那御船太大了, 被外围的船只隔组在中间, 无法突围,这都他给设的阵法呀, 他非要把这皇帝保护的当家, 现在出不来了,怎么办呢? 张世杰派小船前去接应, 当时天色已晚,海面上风雨大作, 对面是不变人影啊。 陆秀夫唯恐小船是援军的假冒, 断然拒绝来人,把这小皇帝赵炳带走。 张世杰万般无奈, 率领战舰护卫着阳太后杀出衙门, 宋军败局已定, 大臣陆秀夫知道没有逃脱可能了, 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赶下了大海, 这逼迫的让儿女自杀呀。 然后他看了看小皇帝赵炳, 事已至此, 陛下当为国捐躯啊, 咱们没得跑了, 也没人管咱们了。 这位小皇帝赵炳身穿龙袍, 胸挂玉玺, 跟着陆秀夫是跳海自尽呢。 皇帝跟大臣都自杀了, 宫女官员们、将士们也纷纷跳海自尽,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。 结束的时候, 海面上到处飘的都是浮尸啊。 文天祥这会儿正在崖山大营里被人压着呢, 目睹惨壮, 诗中写道, 劫来南海上, 人死乱如麻, 兴浪拍心碎, 飙风吹鬓滑呀。 据说, 在这一场战斗中, 宋军损失了十万多人。 几天之后, 陆秀夫的尸体飘出海面, 被人收藏。 援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, 发现了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, 身上带着玉玺, 上书赵书之宝四个字。 送交给有关大臣经确认, 这是赵炳所带的玉玺呀。 赶在寻找赵炳尸体的时候, 找不着了。 那位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, 听说皇帝赵炳已经死了, 杨太后痛哭是投水自尽, 张世杰收拾残部逃往海上, 说是突然遭遇风暴, 张世杰仰天大呼啊, 我为赵氏以尽心尽力, 一军王又立一军, 如今又亡, 今早大风不知天意如何呀, 若老天不要我存负肇事, 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。 这话多灵验啊, 刚说完, 喀啪一声, 围干舌了, 哭啾一下, 底朝上了, 整个把这位张大人扣海里了。 崖山之战是援军消灭南宋的最后一战, 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, 全部灭亡了, 张世杰陆秀夫不会打仗, 部署失当, 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, 但是, 他们个人面对生死之时, 表现出来的那种民族气节, 千百年来, 不能不令人叹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